今天要示範拆除櫃台式的屏風辦公桌 最上方的櫃台平板的下方 內外各有兩個螺絲和卡榫 這個拿下來後 裡面都有一個螺絲 要把它打起來 總共有六處 拉起來 這個是卡進去而已 這樣子 OK 這條橫崗先要把這個角拉起來 下面這裡有個螺絲 下面有個螺絲 這是角 這是角 這邊一個 那邊也一個 拉起來後 這片就分開了 對 這片才可以拿得起來 這個桿子才能拿得起來 這是貓字型的霧面玻璃 我們就要一片一片都可以拿起來 這個都可以拿起來了 先把玻璃整個拿起來 裡面有個插箱 這個插箱 這個插箱 本來就是這樣放而已 沒有什麼 會先放 會先放著 來這邊再示範一次 來這邊示範一次 我們把這個拿起來 對不對 這邊會有一個插箱 這插箱只是在 要開始要放玻璃的時候 按照這樣子的一個 按照這樣的一個滑軌 先把它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而已 然後玻璃再整個下來 OK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螺絲 六個螺絲 這是桌子底下的 所以我們要把桌子底下的螺絲 要先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就可以一片一片的拆切 就可以先把這個桌子 我們現在可以先拆一面側面 慢慢拆 只要小心這個桌面有點重 不要讓它掉下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 它的螺絲弄下來的時候 這個桌子 它只是固定的 然後這個桌子 就可以拿起來了 先把桌板拿起來 這個架子都是一塊一塊的架上去的 相對於我們要拆的時候 也是一塊一塊的拆起來 依照順序拆起來 這個它一定要平衡的 平衡的拿起來 平衡的拿起來 對 平衡的拿起來 下面灰色這一塊 中間這個桿子 它會讓它固定 所以中間一定要鎖螺絲喔 所以你如果要拆的話 你要先把螺絲給鬆開 這塊 這塊橫桿 這塊木桿才可以拿得起來 當這個橫桿拿起來後 螺絲鬆開 螺絲鬆開 橫桿拿起來後 這兩個 這兩片子 這兩個桿子 你就可以跟前面這個 這個板子 輕鬆的分開了 你只要拉起來就可以了 最後這個板子 底部還有一個螺絲 所以一定要把螺絲給鬆掉 最下面這個板子 才可以拆開喔 這個腳 這個腳要把它鬆掉 這兩塊 底部這兩塊 現在才可以拆開了 這個 鬆開之後 鬆開之後 這是腳 再把這個螺絲 要把它鬆開 這個木字型的這個腳邊 才能夠解除 接下來我們要拍這兩邊 左右兩邊的屏風 跟剛剛一樣 要用平行的方式把它取出 相對的要放的時候 是要平行的方式 放下去 第二板子 輕輕壓起來 第三個桌面一樣 有螺絲 沒有 應該就不存在 兩邊的 兩邊的橫板就沒有螺絲 沒有螺絲 這掉下來的都是桌子的 桌子的靠架 桌面的打水